那公務你也知道 我們門開出去 整棟的走道走廊 他們都穿起來 他們是怎麼這麼說的 他們鐵門 鐵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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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門很快 穿起來就這麼多了 判決要上訴 要吸引 四十七雷 換他一條命 真的對他太好了 當然現在就是 政府 還有什麼師傅 繼續要要進行 高雄市城中城惡火事件 已經滿一年 罹難者家屬 對於已經 增結完畢的司法調查 存在質疑 並且召開記者會對外表示 收取管理費的管委會 無責脫罪 那引發熔煙四串的 關鍵防火鐵門 招拆除 又該究責於誰 高雄市議員林玉凱認為 不能只單純歸咎 在縱火的黃姓女嫌身上 真相要被公開啦 那因為之前行政報告裡面 有提到幾個關鍵點 包含防火門不見 以及多次進去要檢查 不得其門而入 所以整個消防的設備 出了很大的問題 那最後才導致說 一樓的起火點 卻造成六七樓 大量死傷的一個慘劇 那到底重點關鍵是什麼 只有重火的那一個人有責任嗎 當然不是啊 防火門去了哪裡 誰拆掉的 誰賣的 誰拿到好處 這個在調查報告裡面 都沒有被詳細的提及 林玉凱針對地檢署另分五案 在八月簽結完畢提出質疑 關鍵內容反而沒有真相來釐清 從管理員的管理收費 到阻擋消防安檢落實公權力的執行 總總量成46人死亡 43人受傷的疑點 家屬痛批責任歸屬上 不是只有一位未判死刑的黃姓嫌犯 所能給的答案 那在審判日的當天 我有去到法院 然後我知道結果以後 我就馬上答給律師跟他說 我要上訴 然後我會上訴到最高法院 然後最終的 希望是希望說黃哥哥是判死刑 因為後來我們有看了律師 給我們的火災調查表 那裡面有寫出多次消防局 就是到裡面要去檢查 但是城中城大樓的管理者 他不願意讓他們上去檢查 然後甚至於說消防局要進去檢查 根本有沒有辦法進去檢查 那如果說現在住民他們認為 司法上面的調查要繼續進行 他們也可以定題訴訟 那這個調查程序就會被啟動 那接下來因為他們都是比較弱勢的住戶 在司法上面要怎麼樣進行後續的程序 我會請市府來協助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會希望說 地檢署這五案簽結的內容的理由是什麼 至少要對這些受難者家屬有一個簡單的交代 林玉凱表示 將協請市府幫助罹難者家屬 盡速釐清真相外 市長陳其邁也在第一時間回應 城中城受難家屬的生活需求 及陪伴安置計畫上 市府將全力協助也將如期進行 記取教訓不讓悲劇重演 記者李佳龍高雄採訪報導 好